Hello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汤哥 汤仲偉老师 今天阿汤哥要来跟大家直播就是 2024年12生肖的年运式 今天当然会跟大家先分享 6个生肖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生肖属虎屠兔属牛属龙属羊属狗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 这6个生肖一定要很注意 所以先跟大家来简单重点的报告一下 2024年就是我们的甲城 天干是甲 地支是城 甲城龙年 甲城龙年它是从国立的2024年的2月4号 下午的4点27分 正式进入了立春节气 这个立春节气一过一开始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龙年 再报告一下 2024年国立的2月4号 下午的4点27分就正式进入龙年 所以2023年从立冬节气过后 开始就要换幸运了 你会感受到 尤其是6个生肖朋友 会更加感觉到一些运势上的变化跟动荡 甚至有一种心情的不安定 心情的低落 甚至于工作家庭的一种环境的波动 让你心情的这种不愉快 压力感 开始会慢慢出现了 来 有没有那个生肖 舒服的朋友在线上的 舒服的朋友 2024年因为有一颗心 伤门心 伤门心代表什么 代表你在2024年当中 比较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无偿的变化 或是这无偿来自于你的家人 或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你会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无偿 健康的无偿 总而言之 这个人在你的身旁 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感受到这种无偿的变动 让你觉得我们人一定要多多的把握当下 所以舒服的朋友 我觉得学习把握当下 跟每一个人的相处 跟每一件事情的对应 你都可以有这个把握当下的 这样的想法跟决心的话 我相信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即刻的幸福 懂得去把握当下 就是你最开运的时候 珍惜你身边的所有的 每一个朋友跟家人 然后多关心家中的老小的健康 这个都是对你会有一些帮助跟加分的 另外 舒服的朋友 比较会遇到一些 互相争斗的事情 不管职场上或家庭上 类似这样的争权夺利 或者是说环境的这种竞争 或是环境的无偿 所以新的一年 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你不要急 你就是忍忍则忍 好不好 能让就让 总而言之 低调谨慎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不要去跟这种大环境 来逆天行事或对抗 基本上你就可以求自保 总而言之 舒服的朋友 2024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然后你要顺应自然 把握当下 活在当下 这样子对你而言 你会越来越好运 所以有很多舒服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感受到 进入立东节气过后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 那2024年 你的整体排名 12神像当中 你是排名第8名 第8名 所以也不算到很后面 但总而言之 如果你可以运用阿汤哥 所告诉你的一个 这样要注意的方法 你把它避开 那我相信你有注意就开运 好 来看一下 有没有生肖鼠兔的朋友 在线上的 好 鼠兔的朋友 2024年 有一颗星叫做太阳星 那因为它害太岁的关系 所以鼠兔的朋友 又捧到太阳这颗星 代表立男不立女 所以男生的朋友 在事业上 比较可以大放异彩 好 那或是说你在工作上呢 比较有新的发展的机会 好 那不管属兔或 男生 女生 好 不管男生的兔 女生的兔呢 在2024年 或是2023年 现在开始呢 会面临到一种就是 呃 异动 例如说远行 或是工作的调动 或是学业的调动 例如说去异地发展 好 或者是调单位啊 等等的 好 都会有这种变化 好 比较容易发生 那如果呢 你刚好有这样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是即将遇到这样的状况 嗯 我觉得呢 就是也是一样 跟属乎的朋友一样 顺其自然 好 不要太去跟这个环境啊 去觉得说啊 到底这件事情是公平 还是不公平啊 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 在这个害太岁的一年当中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或许是不合理的 好 对待 或是不公平的对待 但对于属兔的朋友来讲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情绪 那我觉得还是只能顺其自然的去接受它 好 我们去接受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如果环境需要你去改变 如果这个工作需要你去调动 好 或是有些人可能被迫移植 好 等等的 好 那我觉得呢 就接受 因为唯有接受才会有更好的下一步 好 唯有接受才可以关关难过 关关过 所以呢 属兔的朋友呢 对于尤其女性朋友 更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不公平的情绪 好 跟对待 那男性的朋友呢 当然我刚刚讲太阳星呢 对于男性朋友是加分的 所以男性朋友呢 你勤快的去跑一些业务啊 甚至于去异地发展啊 这个都是对你有加分的一个运势跟帮忙 或许你会觉得很劳碌 但是呢 这个劳碌呢 这样的变动呢 是很好的 好不好 那基本上呢 2024年 当然男生会比女生来得好 那女生当然会比较诸多阻碍 但是呢 考验你的心智要建议 好不好 所以呢 阿汤哥告诉所有熟兔的朋友 就是顺其自然 好不好 虽然对你来讲 有种逆风飞翔的感觉 但是呢 你好好的接受 你还是可以展示高飞的 加油啦 熟兔的朋友 那熟兔的朋友呢 在整体的运势排行呢 是第七名 在2024年呢 是第七名 也没有到很糟糕 因为毕竟还有个太阳星 太阳星算对女生来讲是很劳碌的 但是也告诉熟兔的朋友呢 2024年呢 就是要多多的以名代曆 就是呢 你要先做好你的口碑 做好你自己的这种身口意的行为 你都要把它打理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2024年就可以 好不好 大放异彩 就算没有大放异彩呢 你也可以过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加油加油 好 所以熟兔的朋友呢 在2024年呢 尽可能不要去参加一些 比较晦气的活动 例如说有些人什么去 很喜欢去山上啊 什么鬼屋探险啊 这种活动就不要去冒险了 好不好 或者是半夜呢 尽可能不要去山区 或者是这种农历七月啊 节气交接的时候呢 尽可能不要去阴气比较重的 这种游玩的地方 好不好 这是阿堂哥提醒你的 那当然也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要去什么医院 或者是商家探病 这个都会对你的运气呢 造成一些扣分的影响 来 有没有属牛的朋友 在线上的 来 属牛的朋友呢 先告诉你 2024年呢 你的整体的排名呢 是第十名 第十名 所以名次有稍微落后一点点 属牛的朋友呢 因为有一颗心呢 就是勾角心跟贯索心 所以对于属牛的朋友来讲呢 我觉得啦 其实2023年的 2024年呢 你会感受到一些 压力的氛围 压力啊 或者是环境给你的压力 家人给你的压力 甚至于呢 你自己本身的情绪 会开始比较走向一些 负面的想法跟烦恼 但是对于属牛的朋友来讲呢 要让他有这种 负面的情绪的烦恼呢 其实坦白讲也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生肖的朋友呢 先天的耐力 忍耐力忍受力 是还蛮强的 所以属牛的朋友来讲呢 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情绪很低落 的这个感受 通常呢 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我就属牛的朋友呢 我认为他是一个 换心邪的一年 怎么说呢 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压力 跟烦恼的时候 我觉得先反观自己 多多的去忏悔自己 什么意思 你会说 老师这个压力 明明就是环境给我的 明明就是犯小人 明明就是如何如何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要忏悔自己呢 好跟你讲 忏悔呢 就是一个把自己的内在 做一个更新 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有忏悔的念头 跟想法 跟做法 你才会 看得到 是别人的问题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属牛的朋友呢 阿汤哥会建议 在2020年呢 多多的忏悔 就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忏悔呢 才会让你 免于跟别人的硬碰硬 或是免于呢 跟环境的这种 不必要的抗衡 让自己或别人 伤痕累累 好来 所以呢 属牛的朋友呢 阿汤哥建议呢 就是让自己的心情 一定要多去放松 没事 多运动 多睡觉 好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属牛的朋友 这两年承受的压力 比较大一点点 那因为属牛的朋友呢 2024年呢 有一颗叫太阴心 太阴这颗心呢 是历女不历男 所以呢 对于男性属牛的朋友呢 更要多注意 自己的身口异行为 例如说 你要注意 不要陷入一些 很复杂的感情当中 你也不要对于一些 很复杂的感情呢 来者不拒 你要懂得洁生自爱 才可以呢 度过难关 不要卷入是非当中 那属牛的女性朋友呢 在2024年呢 也有机会 例如说怀孕成功啊 结婚生子啊 或是事业上呢 有一些新的发展跟机会 所以是历女不历男 它跟属兔的朋友不一样 它是相反的 那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呢 我觉得人在走顺的时候 尤其女性朋友 当一件事情 给你有一些好处 打个比方 什么叫走顺 例如工作机会多的时候 会带给你一些 工作上的烦恼 对不对 因为忙碌嘛 那这个时候呢 女性朋友就更要有决心 更要有乘风破浪的 这种毅力 来去闯关成功 所以不可以偷懒 一定要保持一个很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 突如其来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所以不要嫌累 不要嫌烦 所以属牛的朋友呢 他告诉你就是说 2024年对你来讲 会有一种反复多变 的一种事情发生 然后呢 你要保持一种 比较谦虚 低调 多忏悔 让你的心情 身体 都要达到一种 比较平衡 稳定的状态 因为如果当你的身体出问题 你会影响着工作 好吧 当你的情绪出问题 会影响着人际关系 所以其实 有很多的部分呢 都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属牛的朋友呢 要加油 总而言之 你不要陷入到一种 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啊 等等的 口舌是非里面 那你有注意到 我相信你2020年 有注意就开运了 加油 好 有没有属龙的朋友 在线上的 来属龙的朋友 属龙的朋友呢 2020年呢 是太岁年 那太岁年呢 就是 会觉得自己呢 有一种 龙困潜滩的这种感叹 什么叫龙困潜滩呢 就是你很想要 当一条飞龙在天 但是呢 总觉得环境呢 有一种限制你 你觉得你自己 应该有个大格局 但没想到呢 你的环境 没办法让你施展 那到底该怎么办 要改变 让自己变飞龙在天呢 还是 让自己 在这小小的格局里面 继续发展呢 好 堂哥建议你呢 还是韬光养晦 比较好 因为毕竟太岁年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想改变很多的事情 你想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十不我语的状态当中呢 不要想说我要马上就成功 太岁当头座 无喜恐有祸 所以我倒觉得呢 属龙的朋友呢 其实不妨胜太岁年呢 结婚 生小孩 等等的 有这样的人生的喜事呢 也可以帮助你一起当山灾 所以太岁年很适合 结婚生子啊 买房啊 都很好 所以这都对你有帮助 那属龙的朋友呢 2024年 比较会遇到一些 可能被误会被误解 可能犯小人的问题呢 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就是多忍耐 刚讲的 韬光养晦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太岁年当中呢 你给自己多一点 储备能量的机会 养金蓄略也好 或者是储备一些 像去学习第二专长 读书念书 甚至于呢 有些人回归家庭 或多重视家庭呢 这个从自己本身的运气 来回稳 那你就可以呢 在2024年呢 好好的去 呃 内观自己 你可以静待机缘 静待缘分 好 当这个缘分呢 应该从2024年的下半年 它就渐渐会 只要你2024年的上半年 虽然这半年期间 会让你有点觉得 被受限制 但是你去学习 把每一件事情 当作是学习的心态 去做的话 那2024年下半年 你就会因为你的上半年的累积 下半年就会转换 开始就会大放异财 好不好 所以属龙的朋友 要有耐心 从现在开始到 2024年的上半年 你都要有耐心 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加油 好 这是属龙的朋友 阿汤哥提醒你哦 属羊的朋友呢 是第11名 第11名 属羊的朋友呢 你在2024年的整体的排名呢 阿汤哥给你的是第9名 第9名 那属羊的朋友呢 因为有一颗叫 天德心 福德心 那还有福星来高照 那有福德心来入座的这一年呢 阿汤哥常常在讲 就是呢 限世报的一年 什么意思 你说老师 明明就有福德心啊 为什么会变限世报呢 福 代表什么 代表呢 有些如果你有障碍的朋友 你的障碍会提前显现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障碍 显现出来的不见得是坏事情 因为他让你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让你看到了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什么是对的事情 什么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呢 有时候这种对你所谓的坏事情的现前 它其实是一种提醒的作用 它也是提醒你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什么时候要当机立乱的去踩刹车 这对属羊的朋友 可是呢 因为你会觉得不好 是因为跟你的预期不符合 所以你觉得不好 你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其实换个角度去想 真的都是好事 好不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对属羊的朋友呢 阿汤哥告诉你的一句话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事情的发生提前了 不会是坏事情 反正这个时候呢 你更要懂得告诉自己 我要结善缘 我要好好的去面对 那你就会把不好转好 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依然顾我执迷不悟 那你就会 失去了这件事情 要告诉你的一些意义 或是失去了这个事情发生了 告诉你要当机立断的 去处理它的机会 因为你有可能会越用越糟 会变成滚雪球 而失去了这个福星 给你的一个力量 好不好 因为它本来是可以让你逢凶化吉的 或是让你关关难过 关关过的一颗心 但是你自己没有去掌握好 就不OK的 那有一部分属羊的朋友呢 平常如果都有广结善缘的 哇你会感受到突然之间贵人变得很多 然后呢也这些贵人呢 也可以帮你逢凶化吉 然后帮助你度过财运啊 或是家庭啊 事业上的一些难关 所以当你有感受到这些贵人的帮忙的时候 那恭喜你 表示你平常呢 都有真正在广结善人 去做很多的行善啊 布施啊 那这个福星呢 就反馈给你一些很好的走势 走向 好不好 加油 那属羊的朋友呢 在2024年 当然也会比较面临到一些工作上的 家庭上的这些异马运 或是变动运 或是换单位啊 调职啊 甚至有些人是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啊 好 我认为呢 这些变动都不会是坏事情 好不好 它就是你的人生告一个段落 一个阶段 那下个阶段呢 好好的去筹备它 你会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好方向 好不好 所以属羊的朋友呢 在2020年遇到的一些变动变化 都不要觉得是可惜的 它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油 所以有些属羊的朋友呢 在立冬的节气开始呢 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如果你能感受到的话呢 阿汤哥也特别提醒你 好不好 加油 好 那有没有生肖属狗的朋友在线上的 好 属狗的朋友呢 在2024年呢 他是正冲太岁 那正冲太岁呢 他的排名呢 就是第 闭上眼睛 养肌虚略 第12名 好 第12名呢 对 我们也只能用干笑带过 用微笑带过呢 12名就只是个参考值啦 为什么呢 其实12名也是第一名喔 为什么呢 因为12名是后面属来的第一名 可是你运用的好 它就是你下一年的第一名 所以呢 一个是上面的第一名 一个下面的第一名 坐稳了 好好的坐稳 都是好事情 好 总而言之呢 属狗的朋友呢 要属于什么 有一颗心要大号心 大号这颗心呢 就是比较会有花钱 劳民伤财 的一个问题 所以不要乱投资 好 不要去跟朋友 有借贷的往来 好 也不要说 朋友找你投资啊 然后你就不好意思啊 或者朋友找你借钱啊 然后你就觉得 真的这个人情事故 拉不下脸的话 因为碍面子冲动 那你就会做出 你自己很后悔莫及的事情 好 例如说借钱 投资 新创事业 2024年都先不要 好不好 我觉得2024年呢 对于属狗的朋友来讲 就是当一个乖巧的狗 不要太冲动 好不好 一冲动 就会误事情 所以属狗的朋友呢 在财运方面也要掌控 好 然后呢 属狗的朋友呢 在2024年呢 应该从现在开始呢 会感受到一些 事与愿违的事情 很多事情呢 可能跟你想象中的 不一样 而且呢 会南辕北辙 你就觉得说 天哪 那这个事情 我到底该继续 还是该救死打住呢 我觉得啦 很多的东西 就是先救死打住 就是可能 你必须要再投成本的 可能你明明知道说 这件事情在投入进去 对自己只是 很累 然后看不到成果的 其实你自己 有这样的预期的感觉的话 那我就觉得 你要设一个停损点 而不是呢 再去有一种赌博的心态啊 然后再去凹啊 再去想要翻盘啊 不要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麻烦你救死打住 因为翻不了 有可能会越用越糟糕 越陷越深 所以呢 属狗的朋友呢 阿汤哥 建议你2024年呢 接受所有的一切变化 一样 然后你要面对环境 给你的职求对决跟挑战 好 因为你会面临到 跟你的合作伙伴的 呃 理念的不同 甚至于你公司 环境的朝令夕改 甚至于这个 跟长官之间的相处 你会有一些 辛苦的地方 哦 理念的不合 所以这种都是需要磨合的 哦 包含呢 属狗的朋友呢 哦 也会经历到一些家庭的 呃 亲朋好友的无偿 的一些变化 所以阿汤哥 也建议属狗的朋友呢 也是要多多的去 珍惜你身边的 每一个朋友 家人 亲人 把握当下 活在当下 就是即刻开运 哦 即刻 有这种 不会让自己 后悔的事情 呃 所谓后悔的事情 就是说 跟家人之间情感的相处 要多珍惜的 哦 但不是代表说 我一定要 哦 我今天不做这个事业 我不投资 我会后悔 像这种就不用冲动了 好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分的 情感面 我们可以把握当下 但是呢 这种冲动的 讲出一句商人的话 或是冲动的 投资 借钱 这种的 真的就先不要 所以要怎么判断呢 就是当你 做这件事情 是属于比较意气用事的 不服输的 然后或是硬要 去做的 那这种就不要 这个你可以去观照自己的 情绪面 好不好 如果当你有观照到的话 我相信你 你就有注意即刻开运了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是特别呢 要提醒属狗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接受到阿汤哥对你的运势上的提点 加油 感恩你们哦 那记得帮我按赞加两次公开分享 晚安 拜拜 拜拜 记得哦 喜欢今天的直播 要帮阿汤哥呢 按费钟 按赞 以及分享 以及呢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阿汤哥的YouTube频道 好不好 感恩大家 祝我们大家